上面時間路口寄機車停等紅燈 突然後方傳來連續碰撞聲 一輛白色轎車暴衝 沿路一直撞 先擦撞轎車再撞倒四台機車 如同打保齡球 一名騎士被撿過再捲進車底 肇事駕駛似乎完全沒發現 車底下有人 還繼續往前開90公尺 直到被路人大聲制止才停下 騎士受困動彈不得 消防隊員使用千金頂加木條 幫助脫困 好 OK 接身你的手 好 OK 撞車 撞車 好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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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士全身多出嚴重查錯傷 幸運檢灰一命 在加護病房治療中 這幾車禍發生在嘉義市區 肇事駕駛疑似開車鍍孤 才會連環狀 也造成另一名八歲男童 腳掌撕裂傷噴血媽媽急壞了 所有的人都看在那邊 為什麼沒有搭車控控 我小孩交手機啊 新北市中和區則是 女童從臨時車輛死腳 拔腿狂奔衝出來 駕駛立刻急踩煞車 猛轉方向盤閃躲 嚇了好大一跳 到那邊幹什麼 他在喊誰 他老公啦 媽 他老公在對面 網路上也流傳一段 痛感十足的畫面 停車場內兩輛特斯拉停隔壁 富人開啟後車門 手就扶在門邊 怕刮傷隔壁的車 但結果 旁邊駕駛沒注意 直接踩油門起步 富人手掌慘被猛力夾住 痛到表情扭曲 激烈哀嚎 直到車身得退路 手才終於解放脫困 但車門已經變形了 怕刮傷別人的車 卻毀了自己的手 還有民眾提醒孩子 過馬路別亂跑 開車不要鍍鼓打瞌睡 以免車輛暴衝撞倒一票人 記得綜合報導 游泳客上到一半 幾乎孩子溺水了 只見老師愣在原地 騎他媽媽乾淨跳下水救人 家長怒轟 用池看不到救生員蹤影 差點出了人命 也惹盡還說 有錢可以賠 他用一個六千萬 然後來告訴我媽媽說 你不用擔心 你小孩掛了 我有六千萬的保險 可以賠 任何一個家長聽到這個 誰不炸鍋啊 我們小孩子 可以讓你用錢來衡量的嗎 我覺得真的太過分了 不久前老師 一個個帶著孩童 學習養飾踢水 其他孩子在池畔 開心學習吐泡泡 當時四歲半紅帽男童 不慎掉了下去 拉著黑帽男童一塊兒溺水 家長怒控 跳下去把嗆水孩子救上來 救生員卻十分鐘後 才姗姗來遲 想看個監視器 業者說法也一變再變 業者說救生員去廁所 但他甚至沒有穿著 顯眼的衣服 他說當天打雷 但我們當天沒有打雷 那可能也後來腦羞 把扯到後來變 一個月前壞掉了 不止監視器看不到 就連一句道歉也得不到 五名三到五歲半的孩童 在新莊隆安路這間泳池 一起報名了十堂課 上到最後一堂時 警報溺水事件 也意外扯出泳池安全問題 這間泳池救生員在滑手機 看劇打電動都是常態 就是看過一位救生員 就戴著藍牙耳機在滑手機 然後唱歌唱得很大聲 我們自己的要求是說 教練都不要背對學生 因為一定要目視可擊 新北市體育局前往稽查 發現當時泳池一名救生員 無法提出有效證照 將開罰六萬塊 求證業者低調不願回應 也惹夏天 想到泳池消暑孩子的安全 恐怕還是只能靠家長自己 孝心把握 碧海藍天大自然盡收眼底 九份擁有獨特山城美景 每年都吸引上百萬 國內觀光客造訪 一位小黃問獎 創造不少商機 從火車站要到九份 是要大概多少錢 兩百二啊 兩百二就對 兩百二 兩百 所以公定價的 公定價公定價 大小黃統一價 實際來到新北瑞芳車站 外面停滿排班計程車 一旁也有告示 明確列出市府公定價 只不過今年七月三號 一名媽媽帶著母親 以及四個小孩 六人從九份要前往瑞芳車站 來到一台七人坐計程車 請料上車後 司機卻以耗油較多為由 要求多出來的兩人再各加五十元 一趟從兩百二變成三百二 人多的話 我們會叫他們坐兩步 外來的車也是很多 申訴的話 都是算到我們頭上 就是怕小黃亂喊架 新北市府才統一行情 從瑞芳到九份 兩百二十元起跳 到金瓜石兩百八十五 再遠一點 時分了五百六十元 雙溪則要六百九十五元 景區人潮多 現在又有不肖 叫小黃混入 擾亂行情也壞了民眾出遊心情 像交通相關單位做一個檢舉 查證 屬實的話 我們會依公路法的部分 合開發九千到九萬元 上次遊客不懂亂喊架 觀光景點搭小黃 若覺得不合理 最後也學會自保 留下收據 或者錄影存證 記者 二十分之類前 二十分之中 五十分之內 二十五 七月四號晚上六點 被轉容量率從白天一路狂降 七點二十分後更調到只剩百分之四 九二 專家示警單靠光電綠能根本不能穩定供電 海惠在漆化下 让花天价卖了一度12元的电 拜托台积电等大厂降压 连核三柴油机组都火力全开 如今被转容量率剩不到5% 政府难道还可以隐藏缺电视时 727我们的核三厂的一号机 要再少3.5 剩3%都你都紧张成那样子的 随时会大停电了 你一直这么吃紧 也不跟我们报告 这什么政府啊 他没有打算做任何紧急作施 实际上也来不及 未来注定就是一个缺电的未来 因为这是全民公投之后的结果 也是我们放任民进党 自一万为的结果 夸张的是电力拉警报 台电说是因为这两天没下雨 出现这累积 大家狂开冷气 才让用电量上升 网友狂轰真是笑死人 现在才刚七月 等到七月中八月之后 大家一起开冷气 怎么办 是要大家不开冷气 还是真的都要靠天吃饭 当同子贤和各路专家 接连表态挺和 民进党还要不要死报 非和神主牌 总统来说的话 他是开放的 并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 但是我们现在的政策 还是属于非和家园 现在就是故意把同子贤 放出来带风向 看看风向可不可以带起来 民进党一向是 不见棺材不掉泪 如果你没有足够选票 推翻他的非和家园 那他就会继续装神弄鬼 当用核电成为全球趋势 执政党的能源政策 能否转弯 各界等着看 打开 掌握 打开